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程式怎么写 刚刚只看说你那个编码的HTML档怎么编 然后怎么编成文字档 怎么用记事本或者是用那个叫什么 Nopay去存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来讲 怎么写Unical的程式 跟怎么写BigFile的程式有点像 但是Unical的程式其实反而比较 你说简单也不一定了 但是它有比较多的韩式 酷斯专门为Unical打造的而用 那这边我们有一个程式呢 长这个样子 好,这个程式一开始要先设定区域编码 那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会宣告一个叫做WCHART的这种形态 这就相当于我们西元里面的CHAR 但是CHAR是ASCII Core的形态 那WCHART呢 那WCHART呢是 是那个宽字元级 那一般来讲就是Unical的形态 WCHART 请注意 那信号呢就变成宽字串 宽字串 那请注意在这种字串的上面 你前面要加个L 要加个L才会变成宽字串 如果你不加L可能会产生错误 当你这样子去设定好这个字串之后 你就可以用BlindF去印出它 那印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我这边列印的时候要用LS PersonLS 之前是PersonS嘛 现在改成PersonLS 这样去印 那它才会正确的印出Unical的字串 那另外一个是 当你要印 譬如说你想要用函数来取得它的长度 或者是检查有没有某种字元的时候 本来我们用STRLEN 那或STRCHAR STRCHAR或STRSTR 这些函数你都要把STR改成WCS WCS是Wide Character Stream 就是宽字圆字串 这样子才有办法正确处理 而且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我们在这边用WCSLEN检查出来的长度 会是5 但是当你用Unical的时候这个长度会是5 那当然你所判断的函数必须要是WCSLEN 那另外像这个WCSCHAR就检查某个字 是不是在这个字串里面 是不是在这个字串里面 那WCSSTR就是检查某个字串 是不是在那个字串里面 那WCSSPN是检查某个样式存不存在 那接下来我印出它的记忆体位置来给你看 然后呢 再用打断的函数去分割它 然后我用这个最后我用WCSCPY去把它复制 把这个STR1复制到STR2 再印出STR2 然后再用比较WCSCMP去做字串比较 好看看你不一样 然后再把我是Jump把它连接到STR2里面 然后他这样STR2就会变成嗨你好我是Jump 那所以他整个执行出来的结果会是这个样子 那各位待会再去试试看 我们先把它讲完 那这个部分呢 就只是单纯告诉各位 UNICORE有单独的他一组的自串函式库可以用 UNICORE专属的自串函式库可以用 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说把BIGFI转成UNICORE 或UNICORE转成BIGFI 这要怎么做呢 像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NC的 就看你的系统是什么 我们的系统如果是BIGFI为主的系统 那这就是BIGFI的编码方式 那但是我如果把这个自串呢 我想转成宽自串的UNICORE 那我的做法就必须像这样 用NBS图WCS这种函数 去把把那个NC的那种自串 转成宽自串 NBS图WCS 会把NC的自串转成宽四串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自串印出来看看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用WCS图WCS 去把宽自串再转回NC自串 那也就以我们的例子 就BIGFI自串 那转回来之后呢 再去印一次看看 转回来结果对不对 那我们最后印出来 三个你好都正确显示 但是如果你没有转 你直接用STRCPY把它抠进去 那你试试看 它会怎么样 肯定会错的 那这里是一些自串的函数 必须要从NC的标准自串函数 修改成unicode的自串函数 时候的命名方式 STRLEN变WCSLEN STRCAT变WCSCAT STRCMP变WCSCMP STRCOLL变WCSCOL STRCPY变WCSCPY STRCHR变WCSCHR OK 那所以它有完整的一组 自己的自串函式库 STRCHR变WCSWCS 那STRTOK变WCSTOK STRCSPN变WCSCSPN STRPBRK变WCSPBRK STRCSPBRK变WCSCSFBRK 那很烦恼 因为太多自串函式 那要说的一点是 为什么我们要用unicode的函式库 举个例子 上礼拜我们出的那个 把自串反过来 在unicode里面 你就只要把整个自串真的反过来 从最后一个印到第一个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再辨认 但是你在big5的情况之下 你就必须要辨认 否则的话 你没办法把自串反过来 另外一个是 有时候我们会读进档案是多国语言的 就像我们刚刚请各位做的多国语言档案一样 当我读进的档案是多国语言的时候呢 我对它的处理 最好也就用多国语言的unicode的方式来编码 会比较好 否则你要怎么处理韩文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么处理韩文 不用处理那怎么办 OK 那日文呢 学习然后不用处理 自己看懂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是个程式设计者 你的老板交给你说这个日文档案 我想把这个日文档案呢 比如说 比如说做某种转换啊 比如说它是个日文的sml档案 我想把其中某些栏位给抽出来 那你该怎么办 或者是我想做中翻日的程式 就是汉字翻成日文 日文翻成汉字的程式 那我再怎么做 OK 或者是简体转繁体 你简体总避不开了 简体转繁体 我们待会给各位一个范例 那 当然现在网路上有一大堆简体转繁体的工具 那你如果要自己写一个 你怎么办 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unicode的韩式库 就是但是我们只处理utf16的档案 我们不处理utf8 utf8比较麻烦 utf8是变长编码的 utf16是固定长编码 所以我们只处理utf16 utf8还要再做一个长度转换 utf16的韩式库 我们这边 第一个uinit就是设定那个呼叫这个setlocate 就是说让它设定成就是unicode跟繁体中文这样可以互转的一个环境形式 那第二个用uopen 这是我自己写的 那uopen其实就是呼叫fopen 但是接下来呢它会有一个神奇数字 这神奇数字是什么呢 叫feff 这个叫魔术 ok不是变魔术的魔术 是神奇的魔术 魔幻数字 那其实它不是很魔幻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这种魔术在很多档案里面都有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utf8 utf16 这些档案都有前面两个byte或三个byte 就是代表它的魔术 那所以当我打开这个的时候 我就去检查我的档头是不是那个魔术 那如果档头不是魔术的话呢 那这个档案就不用打开 因为它不是unicode 我根本就不要开它 那如果是档头是魔术 那我们就把魔术先吃掉 否则的话你还要 每次开档都要再吃掉魔术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先把它吃掉 一开档就把它吃掉 那代表我形态已经辨认正确了 好形态辨认正确 那如果我今天是要做输出呢 我就用f.put.wc 把那个魔术写进去 那这样子 你未来写任何unicode进去的话 那个档案就可以正确的显示 就你不管用什么工具开 都可以正确开起来 好接下来呢就是 我写一个叫u-re-test 就是把unicode的文字档整个读进来 那各位看我怎么处理 我先用u-open把它打开 那这时候呢魔术就已经读进来 那如果是不是unicode会传回怒 如果是unicode的档案呢 就会传回一个档案指标 那传回这个档案指标 就用这个档案指标呢 开始 seqend是做什么 我搜寻档尾 相对于档尾是0 其实我就在搜寻档尾的位置 那我取得档尾的位置 用size 用size等于ftell ftell就是取得目前的 读写头 在档案的第几个byte 那这样子取得的这个就是档案大小 那取得档案大小之后呢 我rewind 回到那个档头开始 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把我分配一个 刚好是这个跟这个档案一样大的 的字串空间 分配完之后呢 我把它读进来 把整个 整个档案读成一个字串 读成一个unicode字串 然后关掉 接下来呢 把字串的最尾部射成0 为什么射成0 结束字元 OK 射完之后把整个字串传回来 这样我就等于是说 我只要用一个函数 我就可以把整个档案的unicode读进来 同样的 我只要用一个函数 不过这个比较简单 我就可以把整个字串写到一个unicode档案里面去 这个是档名 这个是字串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写了一个叫 写了一个叫uniread的程式 可以来读取你第一个参数所指定的unicode档案 然后读完之后把它印出来 在荧幕上 那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执行结果是 我用gcc去编译这个uniread 然后呢 我用uniread的t.tst 这个t.tst是一个unicode编码的档案 那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t.tst呢 读出来 然后印出来 印出来 好 那这就是 就是读unicode档案印出来 那你可以试试看哦 你如果 直接把那个档案这样 不在我的方法 你就直接读进来 用二进位或者是文字的方式读进来 然后你印出来 保证你印出来乱吧 那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函数很快的把它读成字串 好 接下来最后做一个减繁体转换的程式 那这个减繁体转换的程式 我写成叫trans.c 那这个trans.c呢 我们编译 然后呢 我编译完之后变trans 点eseo 那我就可以执行了 我呼叫trans 第一个参数是代表说 我到底是要减转繁 还是繁转减 那我这边呢 t就是traditional chinese 就是 就是繁体 s就simplified chinese 的简体 t to s 这个to 其实是取谐音 2 其实to to 转换的意思 t to s 就是 把 繁体转成简体 然后呢 这个t点tst是一个繁体中文的unicode编码档 然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t点tst呢 转成s点tst 输出 那 同样的 我再把这个已经转成简体的这一个unicode档案 s点tst呢 再转回去 用s to t 转回繁体 那我存在t2点tst里面 那这样 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是不是有转成功 那t点tst我的测试档我用这样 嗨你好unicode万国码 那结果他转成s点tst之后就变成 嗨你好unicode万国码 这三个字不一样 那再转回来呢 又回到嗨你好unicode万国码 又回到原本的一模一样的档案 那所以这里 减繁体转换表 你要去下载下来 然后再用这个程式 去编译转换 那这是整个程式的原始码内容 一开始呢 一样做unicode出此话 然后用tsmap这个是后面有一个函数 他可以把减繁转换表 就是这个档案读进来 读进来放在正列里面 那放好了之后呢 就检查参数 如果参数不是四个 我们的参数总共 一二三四 所以是四个 如果参数不是四个 就显示help 然后停掉 那如果参数是四个呢 那就看看 他到底是t2s还是s2t 如果是t2s就用 繁体转换体 繁体转换体的方式 所以我用的是zmap zmap是我用这个tsmap进来之后 繁体放在这里 其实我应该叫tmap 这里用z 好像不太一致 不然怎么样 因为那个维基百科的繁体中文是zh 所以用z 好 那这样放进来 用zmap去转 其实就是繁体转简体 那如果用smap就是简体转繁体 那这里 translate是真正的转的函数 那各位看一下 translate的函数呢 就是把输入档打开 比如说反转简的时候输入档就是繁体 那输出档呢 就是简体 反转简的时候 然后呢 就一直读 读一个字元一个字元读进来 如果是档尾的话就结束 那否则的话呢 如果读到的字元 它的转换不存在 也就是说 它这个字元是不用转的 因为繁体和简体有一些共同的字码 所以那些字码就不用转就直接把它输出 那如果不是共同的字码 也就是说它在那个转换表里面有的 就把那个转换后的那个字码取出来 然后再输出 OK 那最后关掉 那这边呢 是载入那个tsmap 就是反简转换表 那载入的过程当然就是 把反简转换表 抓进来之后 因为第一个字是繁体 第二个字是简体 所以就把反简转换表设定好 那注意点是 我们这边哦 我们这边有设这个反简转换表 请注意我的unas是设65536 为什么设65536 因为unicore目前所使用的是那个 那个 六万多个字的那个编码 那65536是两个byte的极限 所以我们用65536来 来储存这个阵列就够 好 那所以这个反简转换表 就把那些转换表的字码读进来之后 看它到码是多少 就储存到哪一个 然后做对应的的安排 那再透过这个表格 我们之后再去做这个转换的动作 那这整个就结束 所以我们今天大致上 想要讲的就是unicore的处理 好 那这边呢 我已经把一些各位待会要用到的程式 都贴到社团上去了 那你待会就把这些程式呢 还有一些资料档下载下来 比如说这个好了 你点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OK 这是它的程式 你把它下载下来 请你把我们这个课本上面 所做的这些动作 全部重做一遍 OK 你的输入档 你可以自己设计 你也可以用我们现有的 那你要全部重做一遍 然后贴到你的网址 放到我们的社团上面去交作业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家庭作业 OK 好 那请各位去试试看 好 那各位可以下课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Wars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